航路上汽車呼嘯而過 有時聲音大到 連經過的民眾都會嚇一跳 會認為好像旁邊有什麼東西被撞到 對 然後我就會嚇一跳 環保署推動科技執法 元月一號開始 雙北台中台南率先起跑 以新北市取締數量最多 有221輛車潮漂 那後續還要再根據每一件的這個狀況 再去做確認當時的一個氣象條件 以及3秒內有沒有其他的噪音源 才能做後續的一個處分 新北市板橋新店系直等5處 屬於噪音熱點區 北市則是瑞光路 復興北路 仰德大道等4個地點 都裝設固定聲音照相設備 一旦判定違規 將暗次處以3600元以下罰環 有民眾卻認為處分太過輕微 如果你要是說把金額提高 3萬6 6萬6 然後還要再上課 他們可能就怕了 有些人就不怕法 你定太高他也是那樣 對啊 所以有在處理就很好了 目前全台只有36套聲音照相設備 有的縣市只能分到一兩台 能不能有效遏止改裝車輛橫行 都還有待觀察 在新聞周辰 梁家明特別報導 戴上安全帽 我也是希望非常有效的